所以延續上一次質詢的課題 我們在一個法律見解上出現了重大的奇異 我說針對有關於保險公司大股東資格訊的審查 如果之後發現了不符合要件的狀況要怎麼處理 上一次您說你們只有在申報股權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會加以審查 之後的事情不會發生影響 上一次質詢的時候 我請您回去再仔細的看一看 清廣會自己主管的統一關係人 持有統一保險公司 發行有表決權股數的這個辦法第十條 所有回去看了這個辦法了嗎 是上次不但是您有質詢 後面的委員也有質詢 那涉及到的相關的139之一授權訂定的 這一個管理辦法的第三條第五條第七條的相關規定 那分別就 所以你第十條有回去再看嗎 我想我對這些條文相關的規範都有一定的理解 好那你現在的理解是什麼 還是維持你上次的看法嗎 上次其實在回答另外一位委員的時候已經有提到了 就是說我們在就超過10%的大股東的時候 向我們申請核准的時候 我們已經提出來提出他對他的一個審核 那麼如果他在審核的這個過程當中 後來有發現他相關的這些文件有虛偽不實等等的 當然我們可以進一步去撤銷原來的處分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就因為他已經過了我們的審查 但是之後如果他還要進到應該是多少 25跟50 來先停一下 來看一下第十條 第三項 主管機關依本辦法核准以後 你不是要我講完 發生了這樣子不服條的事 委員你不是要我講完我對整個案件的整個條文的理解嗎 好請說 那現在就是說10%、25%、50%分別要依照相關的第三條、第五條、第七條來進行審查 那我們在審查25%的時候也會同時回過頭去 就10%當時審查過了之後 他相關的這些情況有沒有符合他大股東資格性的一個要件 所以一樣會去看他我們原來在10%審查的那相關 在他之後的作為上面有沒有任何的違反 然後來一併來審查這樣子 第十條第二項 何止以後發生了這樣子的事由 這個時候就要調整持股或者是廢止本來的處分 這個事情在法條的要件上 由你剛剛所附加的 還要再達到下一個門檻才會回過頭來看嗎 他現在就是發現申請的書件 這我剛剛已經講了啊 申請的書件有虛偉的時候啊 來先提一下 剛剛你在講的是第十條第一項嘛 發生了不符合第三條 第五條 第七條啊 對啊 所以你核准了以後發生了不符合第三條的要件 這個時候法規的規定不就出一個了 你還必須要去做後續的行政作為嗎 那我們就要看他這個所謂發生不符合第三條 第五條 第七條的這個要件 要做如何相關的一個條件 對啊 你上一次備詢的時候是你的法律見解嗎 你自己回去看嘛 錯了就錯了嘛 勇敢承認嘛 作為一個軍管會的主委站在這邊硬拗 好啦 這是委員的看法跟意見啦 沒事就說我們硬拗嘛 上一次的逐字稿你還要再看嗎 好 委員要去問嗎 我對於法規的理解是這樣 這不是你說的嗎 我哪一句話說錯 我哪一句話說錯 上次你不是這樣講的嗎 好 所以委員 好 來 再往下一個問題 上一次質詢的時候 我問了 永鋒晚上開金庫 然後你們檢察局局長 跟我說去年就移給銀行局 銀行局局長跟我說 案子還沒有到我桌上 然後整個巡達的過程 仿佛這個案子還在處理當中 真的是這樣嗎 這個案子處理完了沒有 後來我們局不是有跟委員報告了嗎 就是委員所講的 跟事實狀況並不完全符合啊 我們一樣一樣來嘛 沒有所謂晚上開 沒有留存紀錄的問題 就我講的 是不是符合我們等一下一樣一樣來看 在詢答的時候說一套 過了一天以後 然後放新聞稿給媒體要洗白 我們一樣一樣來對嘛 第一個 上次在這邊尋答的時候 委員 你質詢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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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要回去盡量去理解 沒有關係啊 所以啊 我現在就給你機會講嘛 那後呢 之後 上一次銀行局局長說 之後 之後 案子還沒有到我桌上 那現在最後的結果 有裁罰還是沒有裁罰 你現在說難後 難後 或者之後也有跟你們報告 不要說沒有難後啦 好不好 好 來 最後呢 這個案子有裁罰嗎 這個案子我們認為不需要裁罰 好 這個案子不需要裁罰 這個是金管會金融監禮的標準嘛 好 我們再看一下 當初有15位 從有一個行員 從15位非本人帳戶分別提領 在非營業時間當中 然後呢 針對這個可疑以及異常的交易 沒有留存查證紀錄 然後沒有說明 他資金的來源以及去向 沒有確實查證 交易資金的來源以及去向 這個是當初檢查的結果 所以這個部分 最後錢拿去用什麼了 柯文委員報告 您剛上一次提到那個6月16號 後來我們去查證 6月16號呢 也跟何壽川的保釋金是無關的 所以您上次提到 這跟何壽川的保釋金 就何壽川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下一個階段來講 就這一個非營業的時間 6月16號 提議15位 跟何壽川的保釋金無關 那這個您是不是那時候也講錯 等一下我們下一次再來 等一下下一月就會看到 針對這15位 非本人在戶提領17筆 大筆的現金這件事情 最後拿去做什麼用 最後 最後他們好像本來是要拿去給航員 相關的這些當時有被傳到的航員 後來因為這些航員沒有需要用到保釋金 因此就沒有用到 對吧 就我的理解是如此 來 但是這個跟何壽川沒有關係 銀行辦理航員 自非本人帳戶 提領19筆大額現金 以知息息交易之目的 為協助同仁籌措保釋金 這個都是從他們自己 自己或者親友相關的帳戶 沒有關係 而不是銀行幫他們辦理貸電 我們一筆一筆來看嘛 我上次什麼時候說銀行幫他辦理貸電 接下來 可以晚上開金庫代課提款嗎 我想這個部分 永鋒已經有做過解釋了 那事實上都有相關留存的 這些提領的 請你回答問題 晚上可以開金庫代課提款嗎 那因為是從相關在營業時間的作業 一直延續到後來嘛 你說 從晚上7點多 從營業時間 然後延續到後來 但問題還是一樣啊 他不是從本人的帳戶領啊 所以我才問你啊 可以晚上開金庫代課提款嗎 他相關的這些存體款的作業 都有留存相關的紀錄 那這些存體款的這個作業 這個不是我的問題啊 這些存體款的作業 我的問題非常的簡單啊 可以晚上開金庫代課提款嗎 存體款存戶的一個同意嘛 來看一下 金融機構代課戶代你存體款作業範本 金融機構因嚴禁所屬職員 私自帶客戶 辦理存體款作業 這個不是相關的金融監理 規定嗎 我的問題很具體啊 可以做這件事嗎 那個我是不是請銀行局 就您技術面的部分跟你說明一下 這個是技術面的部分喔 當然是技術面的問題 這個是金融監理的態度啦 接下來 我們的監理態度從來沒有任何敗壞過 再來看 齁 河壽川的部分 河壽川16號清純 敗壞 16號清純被帶走 19號下午被收押 根本沒有給他交保的機會啊 根本沒有給他交保的機會 當然不需要保釋金啊 但是問題是什麼 他做了什麼準備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6月16號 房治洗錢交易日報表 永豐金三保抄到弊案的社案人 河壽川游國志等等 他們從該行有大鋁現金提款 1200萬 100萬 這個事情有兩個 詭異的地方 第一個 他籌措的目的 顯然是為了保釋金 最後為什麼沒有用 因為根本沒有給他保釋的機會啊 所以這個錢當然就用不到了嘛 那第二個 我看不懂的事情是 他清純就被帶走了 請問他這個錢是怎麼領的 相關這些有關6月16號發生的一個情況 我是不是請局長再跟您說明一下 可以嗎 好來 請 好 他錢怎麼領走的 根本報告 就是有關我們對事實的了解 有請永豐銀行來說明 那警官的說明 依照他的這個 提領的過程紀錄 還有他的目的 也有將這個大額的交易 申報調查局 所以我們認為 相關的這個程序是符合銀行的作業 所以他錢怎麼領的 奇怪囉 你們上面寫的 是 未留存查證該資料資金來源 或調查區申報一事起銀交易報告 這是你們寫的 這不是我寫的 結果等我開始問了以後 現在完全改變說法 現在的說法是說 他一切都按照規定辦理 那我們就來檢視嘛 是不是真的一切按照規定辦理嘛 第一個 他清晨就被帶走了 18號下午收押 錢怎麼領的 委員 你竟然問到這個是檢察局的說明 我是不是請檢察局長來說明這一個部分 好來 跟委員報告 那個大額交易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的那個報告上面講的疑似洗錢交易 因為在那個 防治洗錢的部分其實有兩個部分要處理 所以我們說他的紀錄 沒有留下紀錄是針對疑似洗錢 他有沒有做好適當的評估 我們同仁政委說這個部分沒有做好 對嘛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做好嘛 好 現在先確認了第一個事情 這個一線請檢的評估這個部分沒有做好 剛剛檢察局局長講了 第二個 我的問題還是成立 錢怎麼領的 人 被檢調帶走 然後從 大局移到北檢了以後 最後法院裁定收押 但問題是6月16號那一天 從何壽川游國際 提領什麼 一千兩百萬 一百萬 錢怎麼領的 相關這些細節的這個部分呢 如果委員有興趣要知道 我們可以再跟委員 或者是說我們做個說明 但是呢就我們理解 6月16號當天 並沒有任何從說 銀行去幫你帶電 那相關的這些 先提一下 從上一次質詢到這一次質詢 我何時說過銀行帶電這四個字 對那相關的客戶的這些 提領的這些細節的事項 那如果委員有興趣要知道 所以我現在的問題就來 現在我的問題就來了嘛 行員可以帶客戶提領現金嗎 這個是第一線 所有的銀行員都要被教育的事項 所以金管會主委似乎對於這樣子的規定 這樣子一個原則 在今天好像有鬆動的態度 所以永豐營晚上開金庫 永豐營他幫客戶去提領的那些錢 從今天金管會監禮的標準上來看是OK的嗎 那他提領都要經過客戶同意嗎 那有提領的相關紀錄 來來來 那我們就回去 好好的把這個 好好的把這個全部都改了 因為我們今天金管會告訴第一線銀行員 所有的規定都變啊 晚上可以開金庫啊 只要客戶有同意 所以銀行員他也可以幫客戶去領那個錢 委員這個是私自 私自帶客戶 好不好 那如果你就以銀行提款 那銀行也要行員經過你的同意再把錢交給你啊 這算不算私自帶客戶辦理 我現在就直接這樣講啦 當初何壽傳 跟郵國志 錢到底怎麼樣人不在的情況之下 取款條怎麼寫的 錢怎麼領的 這件事情再麻煩會後金管會告訴我 那今天顧主委 對於說我對金融監理的態度 對金管會的評價 你們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關係啊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後面還有 因為你們告訴媒體的是什麼 告訴媒體的是說 這個都是密件 洩密 要移送檢調啊 來加以爭辦 沒有委員我們在之前是正式對你那一天 提出那個個案先做了一個完整的論述回應之後 這個是回應記者的問題 由我們的應該是檢察局的組 所以你們金管會移送檢調了嗎 那一天主要的回應都是在回應你 是沒有錯 那請問主密把它移送檢調了嗎 我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今天主密有來嗎 沒有 那奇怪了 我們政府不是說要打假新聞嗎 那怎麼會一方面跟記者說要移送檢調 那今天主委又說沒有 那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到底有沒有要移送檢調 請局長說明一下好不好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據主密跟我講 那天在記者會上的情況是 他只是回應說他會跟金融機構了解 他並沒有針對要不要移送檢調去說 那奇怪了 那天媒體我看很多家的記者媒體都這樣寫啊 金管會要移送檢調啊 那出現了這樣子不實的新聞不實的消息 金管會不用澄清嗎 現在政府不是要打假新聞嗎 所以今天才澄清了金管會沒有要移送檢調嘛 所以委員是希望我們移送檢調嗎 沒有啊 今天我只是要搞清楚你的態度是什麼啊 因為我那天看到那樣的新聞 我非常的震驚啊 我非常的震驚啊 今天金管會對金融監體的態度 在個案上面 以我的標準 我認為是放水 顧主委你有不一樣的看法我尊重你 但是這件事情 正是立法院在監督金管會 到底怎麼做金融監體的時候 我認為啊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剛要監督的事項 結果你看完那個新聞我嚇一大跳 說要移送檢調 這個是我們金管會的態度嗎 我很納悶啊 所以我今天才請教顧主委 到底有沒有移送檢調這件事 有還是沒有 我剛剛已經回答了 所以沒有嘛 那一天顯然出現的是什麼 訊息 阻逆 對外所說明的訊息 我不知道是他這樣講 還是我們的記者們產生了一些誤會 但是主委今天很清楚地澄清了 沒有要移送檢調的事嗎 我沒有看到有移送的這個公文呈上來給我 好不好 OK好 好 謝謝 各位請回 接著要請林英德福委員